回到现实生活 宜兰有位妈妈正经血 因为前夫向地下钱庄借钱 为了躲债呢 她去带着五名子女 一年搬家六七次 承受家暴的阴影 生活又陷入困境 她曾经影响不开 不过呢 参加了家福中心的脱贫计划之后 她变得乐观又积极 不但当志工妈妈 还存钱买了自己的小窝 当带着小朋友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没一直在搬家 因为没有房子 那也没有什么经济 然后房东要涨价 然后房子住的不好 然后也有一些债务的东西 想到过去的心酸正经血 曾经自愿自爱 带着五个小孩 穷困潦倒走投无路 但是家福中心的协助 给她一记强心针 如果说你的另一半 很呵护你的话 那她放掉你的时候 你没有那个能力 去支撑这个家庭 那就是因为有一个不负责 那你必须撑起来 所以你才会去想要让自己坚强 前夫向地下钱庄借钱 债主天天登门讨债 曾让她压力大到想不开 但是家福中心的心灵成长课程 让她更有勇气活下去 抚养五个小孩长大成人 幸好孩子贴心知足 还会苦中做了 虽然拼命上早晚班 每个月赚不到两万元 但是郑金雪参加 家福中心的脱贫计划 存了将近十万元投稀款 买了一百多万的小公寓 虽然还在付房贷 但是郑金雪相信 未来的路不再坎坷 中天新闻林医生 蔡佩莹宜宜兰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